欢迎来到我们的选举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梅莱莎·约翰逊在捷克逊县检察官的民主党初选中胜出 他将与共和党对手特雷西·查佩尔在11月的选举中一决高下 约翰逊获得了约50%的选票,成功击败了其他两位对手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澳洲橄榄球明星达斯汀·马丁宣布在30岁时退役 作为理事满足球俱乐部的传奇人物 马丁以其沉默寡言的个性和强大的比赛精神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最后,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与他的新搭档蒂姆沃尔兹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了首次集会 两人在集会上猛烈抨击了特朗普的执政记录 并展示了他们的竞选决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US! 马丁萨·詹森在迦克森郡检察官民主党初选中胜出 将在11月的选举中面对共和党对手 根据堪萨斯城选举委员会和迦克森郡选举委员会的非正式结果 詹森获得了约50%的选票 他的对手Stephanie Burton和John Gromersky各获得约25%的选票 这三位候选人都希望接替长期担任 Jackson郡检察官的Jim Peters Baker Johnson现任堪萨斯城市长Quinton Lucas的公共安全主任 支持一种称为变革性正义的做法 Burton是一名辩护律师 曾在中西部无辜项目和死刑诉讼诊所工作 Gromersky则在检察官办公室暴力犯罪部门工作 之前也有辩护律师的经历 三位候选人在初选前的多次辩论中 分享了他们对犯罪和死刑等问题的看法 Johnson将接手一个专注于起诉暴力犯罪案件的办公室 同时还需要重建与堪萨斯城警察局的关系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Opinion 在李氏满足球俱乐部的几年里 Dusty Martin总是那个神秘而难以捉摸的人物 尽管我有幸在2019年对阵狮子队的资格赛前 在布里斯班的酒店电梯里短暂见过他 但那次相遇也只是他简短的问候 今天有什么安排 堪然 让人难以忘怀的是他那天的表现 先是小睡 然后在比赛中以六个进球的精彩表现撕裂了狮子队 Dusty不仅在公众场合沉默寡言 在私下的会议或球员休息室也是如此 他的静默和专注让他成为了描述和夸张的对象 李氏满的招聘官Francis Jackson 第一次看到Dusty还是在2008年 当时他还是个少年横扫金色广场的球场 Dusty在心理教练Emma Murray的帮助下 进一步磨练了他的心理技能 他为球员们提供了在低谷时重复的词语 而Dusty的词语是强大、进攻和不可阻挡 Dusty的语重不同在于他不仅在场上表现出色 而且在训练中也总是超越自我 甚至需要教练组提醒他休息 尽管他现在选择退休 但他的忠诚和强大将永远铭刻在每一个李氏满支持者的心中 Algazira 卡玛拉·哈里斯与竞选搭档蒂姆沃尔兹 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了他们的首次集会 称他们的竞选是为了我们的未来而战 沃尔兹是明尼苏达州州长 哈里斯希望他的平民背景能赢得中西部关键摇摆州的选民支持 哈里斯介绍沃尔兹时称他为一个将帮助我们团结国家 并向前迈进的领导者 一个中产阶级的斗士 一个相信美国非凡承诺的爱国者 沃尔兹则猛烈抨击特朗普 称其嘲笑我们的法律 制造混乱和分裂 他还批评共和党对女性生育权的限制 称即使我们不会为自己做出同样的选择 也有一条金科玉律管好你自己的事 这次集会是哈里斯和沃尔兹 在多个关键州寻回竞选的第一站 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迅速 将新对手标记为过于激进的左翼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表示 在宣布沃尔兹为竞选搭档后 已筹集超过2000万美元 拜登称哈里斯和沃尔兹的组合是 为工薪阶层和美国伟大中产阶级发生的强大力量 悉尼晨风报报道 金融市场在经历了几天的动荡后 终于恢复了一些平静 周二华尔街上涨了约1% 而日本市场在周一暴跌12%后反弹了近10% 创下自2008年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 债券收益率回升 波动性也有所缓解 然而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全球抛售的背景是市场对人工智能的乐观情绪 推动了美国科技股的价格接近历史高点 但同时也伴随着对经济的担忧 美国股市和债市投资者越来越自信地认为 美国的降息将在9月开始 而日本央行即将加息和减少债券购买 导致日元走强并引发对冲基金和其他投资者 从日本借贷投资高收益资产的交易大幅撤出 意外疲软的美国就业报告 引发了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进一步刺破了科技股的泡沫 导致了市场的恐慌性抛售 复杂的交易策略和高杠杆 使得市场在平静时自我强化 但在抛售时则会加剧市场动荡 虽然市场的剧烈波动令人不安 但这可能是市场估值回归现实经济状况的一个过程 从长远来看 可能会为市场提供一个更稳固的基础 雅虎美国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费城的天普大学举行的竞选集会上 介绍了他的新竞选搭档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沃尔兹在演讲中猛烈抨击了唐纳德特朗普 称其任内经济衰退 暴力犯罪增加 并且指出特朗普的盟友 在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推动的 2025计划是一个威权主义的蓝图 沃尔兹以其直率的中西部风格 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他还讽刺了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 称其为怪人 并指出万斯虽然出生在中西部 但却在耶鲁大学习 靠硅谷亿万富翁资助 并写了一本畅销书贬低自己的社区 沃尔兹的幽默和尖锐的评论 使得现场气氛热烈 观众们欢呼雀跃 年轻选民也表示 对哈里斯和沃尔兹的组合感到兴奋 哈里斯称赞沃尔兹是一个有经验的州长 推动了许多进步改革 并强调了他们团队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独立报》报道 卡玛拉·哈里斯在费城的竞选集会上 与他的新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沃尔兹一起 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哈里斯的竞选策略 是通过情感和能量 而不仅仅是恐惧来赢得选票 沃尔兹以其中西部老爸的形象 与特朗普和JD万斯形成鲜明对比 他用幽默和尖锐的评论 赢得了观众的欢呼 哈里斯和沃尔兹的组合不仅带来了欢乐 还传递了一个信息 即他们代表了真正的美国精神 哈里斯在演讲中强调了他们的平民背景和奋斗精神 称只有在美国 像他和沃尔兹这样的普通人 才能有机会一起进入白宫 支持者们感受到了这种新的能量 并表示这让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选举 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悉尼尘风暴 费城的共和党人正兴高采烈地认为 卡玛拉哈里斯选择蒂姆·沃尔兹 作为副总统竞选搭档 是送给他们的一份大礼 沃尔兹 明尼苏达州的两任州长 退役的陆军国民警卫队成员 前高中教师和足球教练 他的经历堪称选举候选人的完美模板 在美国国会工作了12年 他多次赢得一个字 1892年以来只选过一位民主党的保守农村选区的选举 然而 共和党人迅速将沃尔兹贴上危险的自由派的标签 称他是西海岸的模仿者 是美国历史上最激进的票 沃尔兹的进步政策记录 包括保护性别确认护理 扩大前囚犯的投票权 以及推动终结燃煤电厂 给共和党人提供了攻击的机会 哈里斯选择沃尔兹 而不是宾夕法尼亚州中立的州长乔什夏皮罗 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对民主党基础选民的直接吸引 而不仅仅是选举地图的考量 雅虎美国卡玛拉·哈里斯 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州的谭普尔大学 举办了一场充满活力的集会 正式介绍了他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哈里斯强调沃尔兹作为教师 退伍军人和足球教练的身份 称他是每个美国孩子梦想中的老师和导师 沃尔兹在演讲中强调了团结和未来导向的信息 谈到在心脏地带成长 尊重邻居 以及他的教育者 家庭背景 他还猛烈抨击了特朗普和Vance的竞选纲领 特别是对生育权利和其他自由的攻击 沃尔兹用管好你自己的事 这句话来反击共和党 希望以此来吸引那些不满共和党干涉医疗和学校事务的选民 尽管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也曾是副总统候选人之一 但他在集会上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讲 支持哈里斯和沃尔兹的新组合 加拿大广播公司 阿尔及利亚拳击手伊曼克利夫 在巴黎奥运会上赢得了女子刺中量级半决赛 晋级金牌争夺战 克利夫在罗兰·加洛斯的比赛中 以5比0击败泰国选手杰证·斯瓦尼芬 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欢呼 克利夫已经为阿尔及利亚赢得了首枚女子拳击奖牌 他将在周五对阵中国选手杨柳争夺金牌 克利夫在巴黎的比赛中表现出色 但他也面临着来自国际拳击协会的性别质疑和负面舆论 他的首场比赛在仅46秒后 对手因无法承受他的拳击而放弃 导致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哈利波特 作者J.K.罗林等人错误地指责他是男性或跨性别者 克利夫表示 面对这些仇恨 他最好的回应就是赢得金牌 克利夫在赛后 受到粉丝的热烈欢迎 他们要求合影并挥舞阿尔及利亚国旗 展示了对这位备受争议的拳击手的支持 BBC报道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在费城的首次集会上 作为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搭档 展示了他的乡村背景 并猛烈抨击唐纳德·特朗普 称其会让美国倒退 沃尔兹在费城的集会上表示 共和党对手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怪异地要命 特朗普竞选团队称沃尔兹是危险的自由主义 极端分子 沃尔兹被宣传为能够赢回那些在关键中 西部州倾向于特朗普的农村和工人阶级选民 哈里斯称他和沃尔兹是弱者 但有动力赢得选举 沃尔兹在费城的演讲中表示 特朗普根本不懂服务 因为他太忙于自我服务 他还对共和党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抨击 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沃尔兹和哈里斯将展开为期五天的关键战场周巡回演讲 并将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 雅虎新闻报道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在费城的集会上 发表了充满力量的演讲 介绍了自己作为卡玛拉·哈里斯竞选搭档的身份 沃尔兹强调了他的军旅生涯 作为教师和高中橄榄球教练的经历 以及他在国会投票通过评价医疗法案的贡献 哈里斯称沃尔兹第一天就准备好了 沃尔兹在演讲中感谢哈里斯的信任 并表示他为美国人民而战 沃尔兹还谈到了他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成长经历 以及他在17岁加入国民警卫队的故事 沃尔兹强调了教育对他的影响 并表示他的学生鼓励他参选 沃尔兹还对特朗普和共和党对手进行了抨击 称他们怪异的要命 《独立报》报道 蒂姆·沃尔兹在费城的首次演讲中 嘲笑了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的沙发丑闻 赢得了观众的欢呼和笑声 沃尔兹在演讲中提到了一则关于万斯的讽刺帖子 称万斯在书中承认与沙发有关系 这引发了大量的网络笑话和磨音 沃尔兹还批评了万斯的精英教育背景和职业生涯 称他与中美洲的普通人不同 沃尔兹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更多的磨音和评论 网友们纷纷表示沃尔兹的攻击毫不留情 沃尔兹还在演讲中批评了特朗普在应对新冠危机时的表现 称其让经济陷入困境 并指出在特朗普任期内暴力犯罪增加 《独立报》报道 在费城一场热闹的集会上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首次亮相 开启了他们对抗唐纳德·特朗普和JD万斯的竞选活动 哈里斯在宣布沃尔兹为竞选伙伴后 称他为可以团结国家、推动前进的领导者 并强调了他作为教师、军人和政治家的经历 沃尔兹在演讲中抨击了特朗普的服务意识 称其只为自己服务 并指出在特朗普任期内经济和犯罪率的恶化 沃尔兹还以幽默的方式对万斯进行了讽刺 称他需要离开沙发来参与辩论 引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应 雅虎美国报道 卡玛拉·哈里斯在费城的一场宣闹集会上 介绍了他的竞选伙伴蒂姆沃尔兹 称他是美国英德的副总统 哈里斯和沃尔兹在演讲中多次被掌声和欢呼打断 展示了民主党内部的团结和热情 沃尔兹在演讲中重申了自己对共和党对手的批评 称他们怪异且令人毛骨悚然 并表示迫不及待地想与万斯辩论 哈里斯则赞扬了沃尔兹在明尼苏达州的立法成就 并强调了他们两人共同的中产阶级背景和价值观 费城市长切雷尔帕克也在集会上发言 呼吁民主党人团结一致支持哈里斯和沃尔兹 雅虎美国报道 卡玛拉·哈里斯和蒂姆·沃尔兹在费城的首次竞选活动 展示了他们将如何向选民推销自己 强调他们是未来的候选人 沃尔兹在演讲中讲述了自己的小镇成长经历和军事服务 并以平时的中西部语言批评了特朗普和万斯 他表示特朗普削弱了我们的经济 只为加强自己的手段 并指出在特朗普任期内暴力犯罪的上升 沃尔兹还重申了他对共和党对手的怪异描述 称万斯需要离开沙发来参与辩论 此次集会吸引了超过14000名观众 并为哈里斯和沃尔兹的竞选筹集了超过2000万美元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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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o matter the cost No matter the cost